世界杯也带热了一波家电消费 不少球迷为了满足观看效果 更换了高清屏大尺寸电视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在山西的探访 首次在冬季举办的足球世界杯 表现出了不输夏季的消费热度 受季节等因素的影响 多数球迷倾向于邀请亲朋好友一起看球 其中观看效果比较好的大尺寸电视 成为了很多球迷的观赛首选 相较于普通电视 大品的肯定画面品质更好 观赛的体验感也更好 所以前段时间特意换了新的 就是为了看球方便 在观赛需求增长的带动下 家电市场也迎来了一波电视换新潮 在山西省晋中市几家大型家电商场 记者了解到近一个月以来 多款大尺寸的电视销量大幅增长 其中高刷新率电视激光电视产品 成为消费新宠 为此商家也加大了高清大屏 及多功能电视的供应 咱们这段时间的话 电视的销售额整体同比会提升10%左右 人们更注重大屏智能 还有多功能健康 这些模式下的选购 我们在看完世界杯之后 还可以比如说打游戏 K歌这些都可以实现 除世界杯因素外 家电类产品的低价位 也成为消费者购买的原因之一 今年以来 山西各地利用发放政府消费券的形式 持续推动地方消费市场发展 今年9月至11月 晋中市在前期发放1亿元消费券的基础上 重点围绕百货零售 家用电器等领域 继续发放1.09亿元消费券 一方面我是有这个需求 现在在看他们这儿的电视机的活动力度挺大的 正好我手里头含有政府消费券 可以叠加使用 能省不少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